先说一下新的H16VHP汽车数模 矿卡文具 使用方法 首先把那盖子打开 我们看到里面的话是数据片 里面的是数据片 这数据片是可以挪动的 挪动的 可以用手指或用尖的那个顶针挪都可以 但是首先的话一定要归到1号位 1号位是指条线平行的1号位 先这个面归到1号位了 这个面也归到1号位了 这是12345678 这个排序的 然后我们现场开完开完读数 把这个导片推到前面 一定要推到前面 然后把那个插件锁 锁锁里面 插入锁锁 记得导片 导片一定是在最前面的 最要最紧最前面 插进去 然后拔出这个导片 通过这个外面 后面的这个 这个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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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个自动装置 拔出 然后旋转 旋转 旋转是左右旋转 左右旋转 开了 门可以开了 然后我们关 把它关到 往右边 因为它里面已经成数据 有数据了 所以你可以关 开 这是关的 这是开的 然后我们读数 读数要把这个推到前面 然后再拔的工具出来 然后读数 可以看到这里 比如说这里就是 这里算是1号位 这里算是1号位 到这边的话是2号位 1号位 2号位 4号位 到这边是3号位 3号位 这样就可以 把这个 这个数据 输入那个钥匙机里面了 这把的话就可以成为一个钥匙 那我现在 再次把它插进去 依然 依然是可以用的 关门 开门 OK